大家好,欢迎回到松书新语 那我背后的这面墙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网页的首页 看起来是一个理智的歌迷 实际上这个人呢 是一个在今年六七月份啊 关于这个停贷 这个烂尾楼盘里边的数据的一个参与或者贡献者 大家还记得那个事吗 六七月份的时候啊 在GitHub上 有很多人把当地的这个烂尾停贷的楼盘数据的汇总到一块 做成一个数据仓库 在很多平台上也做了共享 但是很不幸 后来都被封禁了 包括Git上的这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Git上数据呢 最后更新也变慢了 但是他们当时呢 列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像什么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相关法律审判案例 他们试图呢 通过所谓合理合法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 但是看起来呢 不能说叫失败了嘛 目前是被打压停了 更有意思 后来他们还做了一个地图 基于地图呢 来看各地的数据 那么这个地图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页面 可以看到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把数据呢 反映在这个 当时应该是用百度地图 反映在地图上 各地的停贷楼盘数据 但当然了 现在是一个图片啊 当初的网站的时候点开 可以看到详细的记录和进展 那么这个网站呢 现在停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呃 他的这个 这个网站停的这个 介绍啊 因技术问题 本站已下线 他的预名呢 叫building.lulalu.com 这是一个个人网站 应该是一个 做了一个二级域名 那这个网站呢 是在河南 做的这个备案 预ICP备案号多少多少 我真挺佩服这兄弟的啊 拿自己的个人域名来做这个 看来 是被 是被警告 或者其他方式吧 呃 停了啊 那他现在呢 这首页上链接的是 YouTube上理智的合集 这个世界会好的 这个世界会好吗 呃 那说起这个 烂尾停在楼啊 当地啊 包括河南 其他各地呢 都在做一些 试图的努力 你或者叫挣扎 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是一个业主啊 在看自己小区的时候呢 和施工啊 当地的施工的人的聊天记录 聊天视频 你说这 像您那事 大姐 您真的您得有六十来岁了 我感觉 我呀 那孩子 孙子刚上学 孙子都上学 那您那年得六十多了 您 那您绝对得 我不是刚上学 就是孙子刚上学 刚开学 不是不是 您说 就最大确实跑这个工地 来干这活 一天给多少钱呢 手臂放两条 啊 给多少钱呢 能不能给一百 行了 说 看到了吗 看完之后 你要不了解情况 因为呦 我们是真进入老年社会了啊 这都是六十多岁的这个呃 老大爷老大妈在工地复工的啊 这是一个业主啊 暗访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这么个经历 可以看到呢呃 这个六十多岁两兵斑败的老人啊 左顾右盼啊 一边脚踢着石子一边对着镜头说啊 他已经过六十了 孙子上学了啊 来到工地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呢 他们就撤了 那这样的项目呢 很多啊 像这个项目呢 据说已经提供了一年多啊 到现在呢 因为政府要求复工啊 就搞了这么一个表演性复工 这个表演性复工啊 啊 可以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呢 是有幸看到了汉语的大发展 有很多新鲜的词汇喷涌而出啊 让你猝不及来啊 猝不胜 防不胜防 可以说 比如说这个表演式复工 它是一个法律名词吗 不是啊 它是一个 搞笑式的名词啊 你有什么规定 就是怎么叫表演呢 老太太在踢石头子 清理道路 算不算复工呢 一般来说呢 你比如说 直接拼请一帮人在现场演 通过一些迷惑性的行为 让人以为正在施工 那是真演 这就是表演 另一方面呢 现场确实有施工人员 但是呢 干的活啊 这就是模样工那种水平的 按照进度 想在半年一年内 封顶甚至完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无论是真复工 还是假复工 无论是年轻人上 还是老年人上 核心是什么呢 是开发商的复工的意愿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表演性复工啊 那么其实在这个烂尾停在楼盘 刚出来的时候呢 有一些开发商呢 也为了当地政府的面子就在搞 实际上这个事就没有停过 我们看到了 那刚才这个整个这个数据里边啊 河南是最多的 河南里面呢 恒大又是最多的 那恒大呢 自己也在推出各种各样的规定 那恒大董事局主席徐家运说呀 在这个恒大全国保交楼里边啊 一共有706个项目 目前已经复工了668个 未复工的有38个 哎 那么相关地区呢 必须在9月30号前复工 实际上河南省呢 是要求呢 必须在10月6号前 郑州市啊 关于这个全市所有停工的楼盘项目啊 必须全面持续实质性复工 那我就好奇了 你如何判断这个实质性复工 就像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表演性的复工 你怎么判定一样 现在呢 这又是一个 人的两人的两片嘴一碰 就能确定这个事 他怎么就是表演性复工 怎么就是实质性复工呢 怎么来断定呢 这就是个难题啊 所以弄虚作假 肯定是啊 根本就避免不了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呃 银行啊 支持的钱能否到位啊 那么银行的各地呢 也在想办法 就是说 一方面的让房企呢 规还奴用资金 另一方面呢 政府加强这个资金监管 哎 这个 让银行啊 给一些专项的复工资金 那有的开发商啊 他就本着这个 骗你这个 就复工的这个切这部钱 他可以做一部分复工 啊 剩下的以后呢 他又停下来啊 因为他拿到钱以后呢 比如内部的一些基本的开销费用就有了 实际上这个事啊 政府呢 又是伸了一个大手啊 呃 该这个清算的清算 当地政府啊 都维持不下去了 因为像这些钱拿到之后啊 呃 政府呢 政府拿到很高的这个土地啊 买土地出上费用之后啊 向老百姓交不了楼啊 所以呢 在呃大的开发商里边啊 上次万科的老板就说嘛 他说这个政府啊 就是最大的开发商 最大的批发商 现在呢 以郑州为例啊 还有其他地区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里边 比较严重的呢 像长沙呀 重庆啊 包括河北啊 像廊房什么的 刚才那个暗房呢 就是廊房的 这些事呢 就是呃 还在层出不穷的网易出啊 这个网站的呃 数据看起来呢 被打压了 更新了 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孤立啊 并且 我相信他们搜集的这三四百个项目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不能说九牛一毛啊 已经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了 但肯定不是全部啊 所以现在呢 呃 要在十月份前后啊 全国实现这个 停工烂尾这个 这种项目复工 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任务 但是既然知道是一个不可能任务 那政府为什么还要提出来 给自己立个flag呢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原因 十月份前啊 一切的一切 起码口头上 你要交一个好卷啊 但真正的原因啊 这个房地产下行啊 你这个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用多了是不是好用 都难说 因为你现在整个房地产在下行 整个行业运行的链条就断了啊 我们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 和开发商打交道也几十年 这个开发商呢 我一直认为啊 就大部分开发商 严格意义来说 他就不能叫企业家 他就是一个正色混的 可以说啊 实际上你说工地复工呢 不是一句话的事 从开发商到总包方 到分包方 到包工头 你这个工地不干了 工人呢 有的转移到其他工地 有的就解散回家了 所以工地复工啊 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开发商一旦失去信任 再获得信任就难了 现在整个房地产下行 整个开发商的 工用链条都断了 你政府强行要把这个链条 接起来 那需要多大的气力啊 你看将来啊 弄不好会像过去 扶贫干部那样啊 报存干部那样 那一些妇科政科的当官的 会下放到开发单位 但实际的项目负责 和监督这个项目进展 这个跟短期内扶贫可不一样 这个需要的是真正的 真金白银和真正的管理 你真以为当官的啥都会啊 最后呢 估计还是不了了之 但有一个可能呢 就是韭菜们购房的热情 又被点燃 房市呢 又引来了一波新的高潮 开发商顺利解套 进入下一个周期 那好的 关于停单烂尾楼项目的进展 和大家聊到这 您有什么想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您的关注 留言转发和分享 请您打开小铃铛 一边随时接收我们的信息 再会